大马股市就好像一段夫妻关系 当你老婆又情绪化的时候 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马股在26号就有993只下跌 195只上升 这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就算股价狂些 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股市 今天就让我分享三家 可以给我打嘴炮的公司 这里所有的分享都不包含买卖建议 第一家公司是一个油中种植公司 Inno 这个股从16号的1块2毛5的地点 要升到1块4 然后又被大肆打回原形了 这是一 如果股价可以回到1块3毛2或以上 那多头才能继续 如果继续在1块3毛1到1块2毛5移动 那只能说这是横盘 但也因为没有跌破1块2毛5的支撑 所以保持看多的态度 假设啊 股价直接跌破1块2毛5的支撑 最好就是sayonara了 因为也代表lower low的出现 正接 按照技术分析 中短期保持看多 注意1块2毛5的支撑即可 今天的第二家公司是一家与医疗产品相关的腰股 HongSeng 说它是腰股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从2021年6月份的7毛 上到11月头的3块8毛多 短短的5个月内就飙升了500%左右 非常的夸张 目前股价从高点回落15%到3块2毛 那接下来如何部署呢 假设一 翻开1小时线图 如果股价可以突破3块5毛6的主力位置 这会是一个看多的讯号 因为higher high和higher low的建立 换句话说就是上升趋势的形成 假设二 股价跌破3块2的支撑 那腰股的行情有可能会停止 因为lower high和lower low的建立 换句话说就是下降趋势形成了 正接 按照技术分析 股价的中短期正在休息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趋势 交易趋势的话 我们就等市场指引我们方向 今天的第三家公司 是一个生产精密切割工具的公司 HPMD 这个公司的股价从10月中就开始回调 然后盘整到现在 目前股价出现了更低的主力和更高的支撑 假设一 假设股价向上突破主力来到6毛9 这个可能是一段上涨的开始 因为higher high和higher low的建立 假设二 如果股价向下突破6毛1.5 那就是一段下降的开始 正接 股价中短期处于盘整 投资者跟着趋势走 就可以减少犯错的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开设UOB股票户口 可以来跟我开户口 我会提供我的support给予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所有的分享都不是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记得点赞和留言 Bye Bye